我从春天走来 你在秋天说要分开 说好不为你忧伤 担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会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你 想要问你想不想 带我到地老天荒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为何不让我分享 日夜都问你也不回答 怎么你会变这样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我这样为爱痴狂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 为爱痴狂 到底你会怎么想 到底你会怎么想 想要问问你 老玲 老玲 公司那边的事情运作得怎么样了 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不过你不要担心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帮助肇事渡过这个难关的 你说我哥这个人吧 你俩就一直合不来 做了好多对不起肇事的事 我呢 也劝了好多次 但是我也 我也知道你原谅不了他 那你说怎么办呢 他是我亲哥哥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没 你喂药吃了没有 我吃了 这两天没休息好 我先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好 好 敢把你累一顿 我这一天邀 realization 我没时间了 我先去�药 我吃了一个 我吃了一个 今天一开盘 圣华对赵师的股价 每股一百五十五块 如果照这么下去 现在总共收购我们的金额 就是三十五亿 这个三十五亿 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担心的是 他们会继续抬高这个价格 侠鹿相逢勇者胜 他们这是在赌博 赌是赌 可是有没有天花板哪 对 关键就差天花板 看我们的天花板 能不能高过他们的天花板 姑父 您估个底给我们 四十个亿 不能再高了 再高我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并没有提高股价 所以 他们是不是就此罢休了 看来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盛华是不会拿出高于四十亿的价格 来收购的 看来我们赌对了 林董 赵董 刚才盛华的负责人打电话来说 要去谈判 谈判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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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叫我们过来 他们却没来 没事吧 姑父 没事 你看看 都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到现在还没来 他们有没有诚意啊 谁说没诚意了 盛华的人早就到了 跟你们打交道这么久了 现在我还不知道 你们老板是谁 难道赵董还不明白吗 盛华集团的老板 比我们都要先到 比我们都要先到 他就在你们身后 他就在你们身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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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你就是盛华的老板 对 就是我 美埃 你是中国人 赵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 薪手拟开 职位你挑 我绝不还口 但是我怕赵氏请不起呀 我想做的职位是董事长 现在我代表圣华集团 正式和你们谈判 开始吧 赵董 林董 那我现在 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 梦董 西厅尊便 说吧 梦董 那您开的条件是什么 既然林董的天花板 是四十个亿 我怎么也要比您高一点吧 不然怎么吞掉您呢 我就出四十一个亿吧 梦董 你的口气也太大了吧 四十一个亿 你应该知道是多少 我当然清楚 四十一个亿是多少了 但我更清楚的 是雄大的财政 四十一个亿 你们是肯定拿不出的 所以我吃定你们了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现在就说吃定我们 是不是太早了 风水轮流转 马上到我家 咱们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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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现在 我就让你们两家公司 亲眼看看 你们是如何垮掉的 怎么被我吃掉的 好 股票交易员 请把我之前给你提供的 一百五十个账户里面 雄大的股份 全部转给盛华资本 好的先生 我知道了 我们这边呢 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 就等着您一声令下 我们这边呢 会在二十分钟之内 完成全部的转户流程 请您尽管放心 好 还有 记住 一定要是原始的价格 明白 先生 您收购的价格呢 是现在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 您赚大发了 恭喜您 好 太好了 我想你们一定很想知道 盛华集团 为什么在这么一点时间内 就掌握了 雄大百分之十的股权 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我可以告诉你们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好几年前 我委托了一百多个人 建立了一百多个账户 在雄大集团股价很低的时候 他们买入了大量的股票 就在刚才 这一百多个账户里的 高价位雄大股票 在我的授意下 已经全部卖给了盛华集团 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十 这是一笔好生意呀 我还要谢谢林董 没有您的信任和提携 我想今天我也做不到这里 灵董 谢谢你 不用谢 我其实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 不小心被骗 但我知道一条蛇 意识到它要咬我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地 把它给打死 没事吧 姑父 继续说 你东拼西凑了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凭这点 就想吞并整个雄大 幼稚 赵家大少爷 您怎么就知道 我只有一张牌呢 这三位股东 占有雄大集团百分之二十三的股权 我相信林董你并不陌生 他们都是你的老朋友了 不过很遗憾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股权 低价卖给了圣华集团 他们现在是圣华集团 仅次于我三个最高的股东了 我数学不太好 赵家大少爷 麻烦您帮我算一下 我圣华集团 现在拥有雄大的股权 到底是多少 要不 林董 您帮我这个雄大第二大股东算算 我到底拥有雄大股权 多少啊 百分之三十三的股份 你也收购不了雄大 你怎么这么快 就确定我吞不下呢 万一我手里 还有一张王牌呢 吞并你们两家 是迟早的事 走着瞧 帮头 你太卑鄙了 姑父 你怎么了 林总 快点一二零 姑父 快要救护车 姑父 快走 车车点 车车点 妈 快点 快点 珍南 你姑父怎么样 有事没事 放心吧 姑姑 姑父不会有事的 王主任 我先生她怎么样 林夫人 还好 是急性未肠炎 引起的胃部大出血 幸亏送得早 现在病情 已经基本上控制住了 放心吧 没什么大碍 主任 咱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你可不能骗我 我怎么能骗你呢 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 请 珍南 林香 来 看看你爸爸 老龄 老龄 爸 您醒了 胃还疼吗 没事 我好多了 把珍南和梦同的谈判最后怎么样了 姑父 您好好养病 您好好养病 公司的事情不要操心 有我呢 我林永雄 在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 自以为月人无数 没想到 最后被梦通这个毛头小子给害惨了 爸 这件事情都怪我 当时以为他是一个上金的好青年 所以才不遗余力地 把他培养成为我的左右手 还没想到啊 他竟然是一条毒蛇 恩将仇报咬了我一口 爸 您先别想这些了 先好好养病 病好了 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是啊 你身体都这样了 就不要再为公司的事情担心了 对啊 灵叔叔 你现在首要的任务 也是唯一的任务 就是好好养病 爸 你们不了解 这段时间我没有防过他 他对我们公司的状况 太支根支底了 他现在这么对我 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如果咱们 再不及时地去防备他 恐怕咱们雄大集团 可真的让他给吞了 不行 我得回公司 爸 你命不要了老林 都别拦架 都别拦架 你先躺下吧 躺下 爸 我决定了 我现在就要回熊大 全面了 是 我会做天啊 我可以说 我现在就要退去 我现在跟他学阅 我现在就要去 我告诉你 我说明他就要回来 我现在就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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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用不回来 我现在就要回来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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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儿子 我爱你 喂 我到了 您到了吗 不好意思啊 没想到您先到了 不好意思 没有 是因为我到早了 您并没有迟到 没想到 您这么年轻 就拍电影了 你的意思是 我是富二代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误会了 我真没这个意思 开玩笑的 说着玩的 对于我们这次的合作 您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首先呢 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能给我这么一次机会 我也会非常珍惜 我呢一定会拍出一部 让您和观众 都满意的电影 不过 我有一个 不情之情 说 我认识一个女演员 戏挺好的 长得也漂亮 不瞒你说 我这个剧本 就是以她为蓝本 按照她的气质来写的 我相信如果她来演 我们这个剧的话 一定会特别好 不是 您别多想啊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我们 不好意思啊 你是这个戏的导演 你有权利决定女主角 由谁来演 但是 这个人选我们已经有了 嗯 这样 放心 你看 我的人选 非常符合女主角的气质 哈尼 嗨 哈尼 哈尼 哎 饶导 我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是我的美籍华人男朋友 这就是我们的女主角了 你说的女主角就是宁雪啊 冰狗 也就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订婚了 耶 恭喜你们啊 恭喜 谢谢 饶导 我之所以能投资你的信 还是因为宁雪的介绍 我还以为 是我的才华吸引了你 不不 当然 才华也是硬标准 对不对 对 谢谢你 宁雪 之前我和你姐的事 哎 都什么老黄历的事了 我早就忘了 哎 对了 我觉得我们的故事 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啊 嗯 就叫 我姐的现男友 是我的前男友 怎么样怎么样 姑姑 太好了是不是 是吧 哈尼 你可真棒啊 哎 饶导 话说回来了 我这个做妹妹的 怎么能比我姐姐 先结婚吧 所以你得亲自向她求婚呢 我虽然不能在她前面结婚 但我们可以一起啊 耶 我从小呢 就有个愿望 就是希望以后 和我姐姐一起举办一个婚礼 所以你要帮我实现愿望啊 好 瞧你这蔫不溜秋的样啊 活脱脱一个相似病重症患者啊 是不是想你饶倒想疯了 去死 鬼才想她呢 要是真有鬼啊 我还怕你跟鬼去争锋吃醋呢 你诚心挤兑我是不是啊 不是 疼 你松手先松手 我跟你说一正事 大会儿下来帮你等我一下 陈总交代了 关于我们那个汽车网络销售方案的事 咱们还得讨论一下 嗯 记得啊 知道了 好 怎么是你啊 宁宇 一路走来我们历经坎坷 彷徨过 猜忌过 但是我始终相信自己心底的那份选择 是正确的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在你和宁雪之间选择你 我现在告诉你 我的答案很长 需要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来听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不用什么 姐 我在这儿啊 这是我的男朋友 姐姐 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吗 我们长大以后 要一起举办一个婚礼 所以帮我实现这个愿望 快点答应他 快点 快答应他 二零一五 我们一起结婚 结婚 你愿意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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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千叶万叶 就一句话话 我爱你 一下子 whether她担心 你 utility ego 那我们有同性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tapi 沒 b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现在由我来担任公司的临时董事长 希望以后各位能够支持我的工作 我有什么不足的话也请大家提出来 现在各个部门汇报一下 目前公司的最新情况 我知道各位把熊大当成劲敌 但从今天起 我们要放下过去的恩怨 熊大如果不是为了帮助我们 也不会陷入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加强跟熊大的合作 熊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熊大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从今天起我们要团结起来 一战到底 熊大当成努力 正南 你找我 微微 这两天有件事我一直很担心 什么事啊 你先听我说完 现在熊大比较缺人手 所以我想 我想让你去凌霄那边当助理 帮助熊大 是这样的 凌霄她没什么管理公司的经验 我怕她一个人应付不来 那这边的活呢 这边你放心 我和戴卫在 怎么了 是不是和凌霄的感情 没处理好 不是 这跟感情没关系啊 那就好 那就好 要不这样吧 我去当林霄的助手 然后你在这儿管理肇事 别 总多守的位置还是你来吧 辛苦 那我去交接一下工作 好好工作 爸 您在那边过得还好吗 我和妈 挺好的 爸 您就安心睡吧 请进 我们最后应该去 你 下雨了 你愿意 你又好 我自己去 哪儿 你觉得我也是 悶得 rum 刚好路过 你看我这董事长当难 这啥东西我都看不懂 眼看人家盛华集团 正在疯狂收购 我们两家公司的股票 我却一点对色都没有 再这么下去 我们两家公司都得完蛋 要是有人能帮我就好了 看来你需要个助理啊 你不会是来帮我的吧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 你还是比较需要你哥 不太需要我 葳葳 谢谢你啊 你要谢就谢你哥 是他让我来帮你的 不过我要约法三章 不准在温宫室跟我谈感情 不准影响我私生活 别以为跟我很熟就跟我套近乎 不然我可说走就走啊 你放心吧 我这个人公司分明 你先坐 我给你倒杯水 白痴不会当蒸方 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 林霄 董事长 这是我的分析报告 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他会不会通过这次机会表现一下啊 明白了 葳葳 你把这些资料也发给其他人 让他们一起出谋划策 好啊 董事长 董事长 现在已经很晚了 不如早点回去休息啊 事情还没有完呢 你先回去吧 你真的不用等我 你先回去吧 好啊 好啊 你真的不用等我 你先回去吧 好啊 陈霄 你今天有电影 你冷了 小姐 活了 你冷了 那你暂时的 你冷了 这不可 你冷了 来了 这 这是 既然你是我的助理 该跟我一起办公啊 这不太好吧 董事长的助理 都是在外面办公的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现在是特殊时期 就该执行特殊的政策 你这个董事长 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啊 人家可都知道我们的关心啊 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你在乎吗 办公室是用来办公的 不是用来谈情说爱的地方 你放心吧 我给你保证过 好了 我们开工了 谢谢 你干嘛坐我的位置啊 你的位置在那儿 你懂得比我多 我得向你多学习 坐 你还愣着干嘛 坐呀 喂 好 我马上过来 谁啊 我哥 他找我一点事 我得出去一趟 有事打电话给我 来 这咖啡还是以前的味道 嗯 你说的意思是 把赵氏和熊大 合为一家公司 对 这样重组 能最大化西施 申华的股份 而且 可以申请停牌 以此拖延时间 申华收购我们的资本 都是借来的 如果多拖延一天 对我们有利 好想法 可是 以后怎么办 赵氏和熊大 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你考虑的问题 我也考虑过 赵氏董事会这边不是问题 只是关于这个想法 我还没有告诉我父亲 这样吧 一会儿我去找他谈一谈 好 那我也去见一下我爸 听一下他的意见 好 中午吃什么 包仔饭怎么样 好 服务员 请问你点什么 包仔饭 我早就有此意了 这男真是 目光卓越啊 对了 公司合并以后 董事长和执行人 谁来担任 我们觉得 在您住院的这段时间 有赵正南担任 这就对了 我一直担心 你们哥儿俩能争起来 小的时候啊 你们兄弟俩在一起 争玩具啊 争书包 上大了又在一起争女朋友 我是真担心你们俩在一起 争这个董事长 爸 管理公司非比寻常 我这个半路出家的 怎么会乱来呢 儿子 你长大了 成熟了 谢谢爸 怎么会走 那 relación 主席 阿芳 真男 你怎么瘦了 休息不好吗 没有 我挺好的 撒谎 不许骗我 是不是最近总熬夜 人手不够吗 那你就多招些人手 招人手的钱 咱老赵家还是有的 爸 你以前不是常跟我说 男人的肩膀 不就是用来扛事的吗 男人 男人 就是要担当 但是你 担了很多不该是 这个年龄担的事 真男 你记住了 不管再苦再累 绝对不可以让自己垮掉 答应我 答应我 我答应你 爸 我这次来是跟你说件事 我和林霄打算 把两家公司合并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 我的泪光中残留着迷惘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 我的双手紧握着 这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 迷失的世界 独自守望 梦想要往头过 无语遮盖的天空 照亮前方脚下的路 就不害怕风浪 就不害怕风浪 可是风雨离远航 最终人一片香 茫茫城市的海洋 该往哪里仰望 我的泪光中残留着 这迷惘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 这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 迷失的世界 独自守望 我的泪光中残留着 迷惘的坚强 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 我的双手紧握着 我的双手紧握着 这愿望的星光 流浪在繁华 迷失的世界 独自守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